大家好 在现在两会当中提到香港问题 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就叫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港 五个字 我看到这五个字之后 我觉得脸上发烧 我觉得这五个字打了很多人的脸 我觉得打得最肿的 把脸打得最肿的 其实就是我们内地 说句更直白的话 就是我们内地政府 北京政府 被打脸了 确实被打脸了 这五个字打了自己的脸 因为从1997到2021 香港回归20多年了 20多年我们可以粗对的估算 几代人 最少三代人过去了 为什么20多年过去之后 香港反倒跟内地的距离越来越远 甚至于离心离德 在2021年 我们甚至要提出一个爱国者才能治港 这么一个口号 我觉得是非常的讽刺的 说实话 我们不能把所有香港的乱局全部推给什么西方国家 推给敌对势力 推给香港本地人 我觉得他们都不应该在这一次香港乱局当中承担最重要的责任 有些人经常说我说不敢说我们中国内部的事务 你看我说了吗 我觉得起码针对香港这个问题 包括台湾问题也是 需要承担最大责任的 其实是我们内地的政府 中央政府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真的 因为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 它的好和不好 我们内地政府是占主要责任的 也承担了主要责任 这个你是无可回避的 你是无可回避的 你说是外部势力介入 是什么像黎智英 像他们里通外联 有好多汉奸 那为什么二十多年回归 你已经很长了 这个时间 我不是说了吗 几代人过去了 在这段时间之内 我们没有处理这个问题 难道是2019年突然爆发的这些现象吗 肯定不是 它是一个长此以往 我们对香港只关注它的什么 经济 其他的我们一概不看 给了它过度的自由 有一首歌不是叫什么 过火吗 是那个张信哲唱的 对吧 说白了就是 你给他的自由过度了 他最后就是反过来反噬你 因此造成香港目前的乱局 我们中央政府 我们北京政府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相关的涉港部门要深刻反思 真的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大家想想爱国者治港 甚至于很多西方国家 还拿这个东西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什么 作为一个说辞是吧 来批评北京政府 说你怎么能要强烈要求爱国者才能治港呢 你看这话说的是不是搞笑 难道在你们国家 不爱你们的国家 这些人可以治理你们这些人可以治理你们的国家吗 在美国可以一帮美奸来治理美国 可以一帮爱中国的人来治理美国 这不可能的 你看美国政府机构那么多华人 他们想他们想他们想走上这个政坛第一件事是要宣示对这个国家进行宣示 其实这个不是成为美国人或者说成为美国政客的这个宣示的第一步 当他们想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他要对着美国国旗和美国宪法宣示了 爱国是一个国家公民的底线 结果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底线重新不断的重申 再三的强调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讽刺的 本身是一个理所应当天经地义的事件 在香港甚至于在台湾 反倒成了一个受人诟病的这么一个话题 大家不觉得很讽刺吗 你看台湾是不是 有一个鸟样 中华民国宪法在那挂着 没人管没人理 上去一个反对中华民国 是以消灭中华民国为己任的这么一个民进党上去在执政 你说你搞笑吧 如果说你这么不承认中华民国 你这么看不上中华民国宪法 他又不修宪 对吧 他又在那儿死赖着不走 你看一个香港一个台湾 我们中国人这个圈子里怎么出了这两个奇葩呢 人家澳门有一首歌叫《七子之歌》 对吧 文艺多写的《七子之歌》 就是回顾了当年通过不平等的条约 被这个帝国主义割去的七块领土 如果说把这七子七个儿子等于是 是吧 那跟这个祖国形成了一个母子关系的话 那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母体 对于某一些个体太过纵容 是吧 是我给你的爱过了火吗 说白了就这样 最后你养了一群白眼狼 六亲不认 吃爹喝爹还骂爹 是吧 放下碗就骂厨子 过了河就拆桥 所有的这个好处我得享用 是吧 所有的责任我不想承担 大家看一下那些什么富二代啊 败家子啊 那不都是这样吗 你说香港和台湾不就是这种状态吗 现在 对不对 那看越看越心寒呢 2021年了 要统治香港 或者说要治理香港 这个公务员队伍里边 我们甚至要强调反复的强调 你必须要爱国 爱国才能治港 你脸红不 诸位 你的脸红不 反正我觉得啪啪啪打我的脸了 太搞笑了 简直是 所以我希望就接下来 香港问题可能会烙听了 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 说实话 从19年开始 其实不是从19年开始 从他们那个什么狗屁什么占领中环 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西方媒体一直拿这个东西作为炒作中国议题的这么一个油头 牵扯了大量的精力 也攫取了他们好多利益 西方媒体 或者说西方的一些政府 那么好在是吧 现在这个快刀斩乱麻 虽然是不是一锅乱麻吧 现在也是国安法也推出来了 爱国者治港也推出来了 这个香港的选拟制度 也要重新的去调整了 我希望是亡羊补牢 是吧 事实未晚 香港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台湾问题 台湾就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了 地方又大 人又多 是吧 还有自己的军队 一大堆麻烦事在那 那到时候是不是还得推出一个什么爱国者治台啊 这个本身都是一个先决条件 对吧 就像一个宪法一样 我就经常说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是吧 跟擦屁股指一样 宪法是一个国家也好 是一个政体也好 它的基本大法是所有这个国家法律当中的最基础 你都你你都干着天天干着违反宪法的事 你还一天到晚民主啊 自由啊 人权啊 法治啊 你还好意思天天提这些 但是人家就是好意思 对吧 人家就是不要脸 你拿他一把一点办法没有 贯子如沙子啊 这是我们老话这么说 对吧 不能过于交贯 但是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港台 一味的忍让 无限度的纵容 最后你发现没有 这是对他好吗 咱都不是说对咱好不好 你对他是好的吗 你看香港搞得乌烟瘴气的 对吧 最后是双方受害 没有一方得意啊 何必要搞成这个样子呢 当然得意的那方就是第三方实力 人家是是吧 吃花群众 看你哈哈笑 你越乱 人家越好 人家巴不得你天天乱的 等于是我们自己要为香港啊 目前这个问题承担最大的责任 真的 这是我是真情话 不要怨天尤人 真的有汉奸 真的有这个外国势力介入 也是我们给人家留了这个空子 我们给了人家留了这个空间 让人家介入 让人家插手 否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 香港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 他怎么有权力 他怎么有这个胆量来插手呢 如果你不让他插手的话 他绝对不可能插手 就是我们给他留了这个后门 过度的纵容 过度的信任 导致今天这个局面 所以我希望香港这个 怎么说呢 任何一件事吧 都是有正有反的 对吧 辩证的去看 这个虽然说搞得一团乱 但是呢 我也希望借由此吸取一些很多教训 能够在接下来治理台湾这个问题上 能够走的稍微顺一点 对吧 如果说香港这个问题 如果说还真的是 2019年不爆发出来的话 还是把这个一国两制 还是把什么谁谁谁高度自治 我们中央政府不要插手 把这套如果再挪到台湾的话 如果把香港这套再挪到台湾的话 你可想而知 即便统一了之后 台湾能乱成什么样子 那绝对比香港还乱 所以我们庆幸 2019年香港这个问题爆发了 把这个毒窗给揭开了 对吧 所以说 有利有弊 只能这样说 但是这个并不影响我们要深刻反省 深刻反思 深刻检讨 这个确实在这上面 我们浪费的时间也好 浪费的精力也好 包括在国际上 是吧 在这个舆论场上 我们的各种被动的局势也好 这个都是我们付出的代价 也是相当惨重了 不像缅甸 不像乌克兰 对吧 动不动人家死多少人 咱是没死人 这是好事 但是 你看看现在 今天不是还报了一个消息 200多个香港公务员不愿意签署 所谓的效忠协议 就是我说的爱国者治港协议 人家宁愿离开公务员队伍 我觉得这都挺好 对吧 你不愿意干这个差事 大把人愿意干 香港我觉得都 我觉得在香港这个地方 如果说重新改 这个改变学议制度的话 我觉得为什么不可以 这个用一些内地的人 你这个比例你可以限定吗 对吧 说5% 10% 这个你可以去限制他吗 你说的是爱国者治港 又没有说是必须是本土香港人治港 对不对 大家都是中国人 你看看现在国内这些省份里的一把手 都是外地掉来掉去 没有说 因为中国官场是有这个规矩 就是本地的一把手不能是本地人 他就为了防止腐败 或者说地方势力什么的 你香港一样可以适用的吗 对吧 你把它比例可以稍微调到低一点吗 你这样的话 你才能加深香港跟内地之间的融合 对吧 你老是设置了一些制度 都是在我看来 都是我们自己人为的 要把香港跟内地割裂开来 很担心 对吧 香港人来对内地 好像也很担心内地人去香港一样 何必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点自信 2021年了 诸位 是吧 这不是1997年 那个时候你觉得好像底气不足 是吧 如果说双方融合的多的话 可能内地很多东西会西化也好 或者说资本主义化也好 但你现在时过境迁了 2021年你目前的发展态势来讲 中国目前内地的整个发展的信心是很强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影响香港 而不是担心香港来影响我们 你担心一个700万人的地方来影响一个14亿人的这么大一块地方的话 我们是不是过于没有自信了 过度心虚了 有点 没有必要 对吧 敞开大门 怕什么 所以说真正有香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我个人认为 如果说有一些 有可能让香港人来内地可以参政 对吧 现在有了 现在有些街道 或者一些基层的组织 现在深圳不是已经在开始在招收一些香港户籍的一些公务员了吗 那么香港也可以双向了吗 也可以招收一些内地户籍的公务员过去 这样双方才能加深了解 这样才能融会贯通 难道你香港的制度 难道你香港的制度说是50年不变 对吧 难道你过了50年以后 你还要延续这套制度吗 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一个 我个人不是很看好这个制度 一个国家不可能两种制度 你本身你两种制度也好 多种制度也好 你本身你就埋了一个定时炸弹在里面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定时炸弹的隐信尽快拆除 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承诺了香港 是吧 一国两制50年不变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承诺履行它 那过了一半 还有一半时间 还有20多年 时间过得很快 在这20多年当中 你怎么样利用这段时间 把这个时候的一国两制和将来50年之后的一国一制 统一起来 这是需要时间 是需要融合的 那不是说到49年 对吧 零360天 再过几天就突然变成一国一制了 那个可能香港人也受不了 对吧 你这个时候就加紧要去做了 你通过教科书 通过教育 通过交流 通过融合 最后最终的目的都是一国一制 不要搞一国两制 中国不适合搞一国两制 是吧 很多人说 你看美国人家各个州有各个州的法律 说联邦制什么 什么 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国情 美国是有联邦制 但你问问美国州州州长 美国州议会那些议员 他要不要爱美国者治美国 那不是也是废话吗 那都必须的 当有人在问你是吧 为什么你要要求爱国者才能治港 问这种问题的 不是傻就是坏 如果是西方人的话 一定是这个地方大大的坏了